而在基隆单日新增了19例本土个案 全部是跟银河小吃店有关 相关疫调足迹 海量足迹出炉了 有确诊司机是连续5天 在基隆庙口排班计程车 而在新增个案当中 还有三位是二姓中学的学生 全校师生扩大筛件 并且停课到4月5号 而针对了基隆小吃店的群聚 担心疫情再扩大 指挥中心也宣布 即日起出入九大娱乐场所 必须打满三剂疫苗 无论是顾客或员工都不例外 基隆市民筛检站加紧做准备 全新为基隆单日新增了19例本土确诊 而且都是银河小吃店的相关个案 确诊者足迹也一一曝光 22号有确诊者到过爱三路的法医店 23号则有人搭乘了1062客运 另外人一路的便当店 一一路的国泰人寿 乐立三街的小普派诊所 以及基隆海港楼和全联基隆远远店 同样都有确诊者足迹 就连知名的基隆庙口夜市也躲不过 有确诊者曾经在此拍班5天 二姓中学已经有两个班级的同学有这个疫情 所以二姓中学今天要完成的总筛检人数是3350人 疫情也烧进基隆校园 二姓中学有三名学生确诊 全校师生进行裁检外 也停课10天到4月5号 有家长临时接获通知 再小孩回学校也有些措手不及 基隆群聚银河小区店成为了指标场所 为了防止疫情再度扩大 指挥中心也宣布 今日起进出九大娱乐场所 都有新规定 订阅到4月30号前 相关从业人员也得每周进行一次快篩 阴性才能提供服务 基隆疫情稍不停 只希望加强防疫作为 让新增确诊数降到各位数以下 记得基隆综合报道